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面跟人家怎么说你 然后你不要也在背后继续说他 那就是制造更多的破口 你愿不愿意很诚心的跟他说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弟兄 我愿意跟你谈一谈 你要不要告诉我 你对什么样的事情有疑虑 我们把它讲清楚来 好像耶稣跟施起约翰 直接问 直接答 就不给魔鬼留地步了 很多的时候给魔鬼留地步就是 我明明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我就是不跟你讲 我去跟别人说 我明明对你有意见 但是呢 我不直接说你 我去跟别人说你 结果制造了很多的问题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直接问 直接回答 而在那个传言当中 常常会失去朋友 真言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 往来传舌地泄露密室 后面说大张嘴地 不可与他结交 因为你会失去这样的朋友 很可惜 一个人为什么会失去朋友 你因为相信他 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 你才愿意跟他讲 你心里面最真实的东西 你心里的真心话 结果你发现有一天 他把你的真心话 那个私下跟他 因为你信任他 告诉他的那个真心话 跑去到处跟别人讲 你当然会非常生气 会非常愤怒 结果呢 结果就不做朋友了嘛 我不要你这个朋友 可不可以 我也不想跟你讲话 就算没有撕破脸 我也不再会跟你讲真心话 很可惜 失去了朋友 传舌使我们失去朋友 其实分享到这里 我就在想到 在教会当中 也常常碰到这样 特别是 像我们的教会是小组教会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小组 那在那个小组当中 可能五个人 八个人 十个人 那我们这些人很亲密 每个礼拜在小组里面 我们一起聚会 一次两次三次 五次一年两年三年 成为非常好的弟兄 非常好的姐妹 真的不只是弟兄 是兄弟 哇 那自己的兄弟 所以很多的时候 可能 我可能跟我自己 真的亲兄弟 都不一定讲的话 我会跟大家讲 因为兄弟嘛 真的 非常亲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保护 后来你真的会失去朋友 所以在小组当中 我们有一些公约 那个公约就是 我们是一个小组 在这里的一些分享 只停留在我们当中 只停留 我们甚至提醒 在小组里面的什么 小组长啊 区长啊 区民不可以说 在今天祷告会啊 我们提出来一件事情 那个扣少安你知道吗 他最近有一个什么难处 在小组里面他分享 我们大家来为他祷告 除非他自己讲 你不要替他讲 除非他自己愿意公布出来 请大家为他祷告 在小组里面分享的 我们要彼此保护 只有彼此保护 不传舌 彼此保护 你才能够留住这一份友谊 这一份像兄弟一样 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 在小组里面 要说真心话 但是更要彼此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